高雄前陣与港前瞻的建设81亿元的补助 然后被其他议员啊 现在也像是说独厚高雄 然后你还开玩笑说是要捞歌集啦 其实因为我们在看前瞻预算的时候 我自己作为台北市的议员 我们就觉得说非常的不公平 从2017年左右 1617年那时候 包含台北市那时候 柯文哲他去申请了 第一次是送了877亿的这个相关的预算 那最后弄到现在 其实你说呢 真的跟高雄比起来 差非常的多 那也不是说台北市的预算要比高雄多 但是问题是这个一次就差到了1000亿 这样子的金额两个平平都是直辖市 未免让大家觉得太离谱 当时2017年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的江志明议员 就曾经说过一个大实话说 台北市拿不到预算 是因为柯文哲没有去求见蔡英文 所以民进党自己人都这么说了 我就不晓得现在还有什么 好帮民进党中央的这个大小眼去做护航的 所以我们不是认为说这个前证不能有这个渔港的建设 而是说你从一开始韩国瑜市长提出的3000万整修 然后到后面比较大规模的修是10亿左右 然后呢这个关键在于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陈其迈上任的第二天苏贞昌去访市高雄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大礼包 就从10亿再增加到50亿 后面因为原物料都上涨的关系 又从50亿追加到80亿 所以你看到民进党政府 他的这种预算的追加 那不管是从这个高雄或是桃园 或是过去我们谈的新竹 都一样非常的夸张 而且呢这个苏贞昌就好像一个财神爷一样 只要他今天喜欢陈其迈 民进党的首长这个终于当选了 那到了高雄之后就从10亿直接变50亿 所以我们才讲嘛 一个渔港你要一次性的就做到81亿 那请问底下在做什么 是有金的鱼赢的鱼还是钻石的鱼 还是你们在探勘哥吉拉呢 是有金的鱼赢的鱼赢